周末,狐狸猫邀请小树蛙来家里 跟它一起玩它新买的遥控车 哇,狐狸猫,这不是昨天才发售最新的遥控车吗? 嘿嘿,Bingo,答对了 这可是我花了两个月的零用钱才买到的呢 咦,狐狸猫,这台遥控车不用装电池吗? 你看车顶上有太阳能板哦 它只要晒太阳充电,就可以玩了 哇,原来这么环保啊,很像植物呢 哦,所以植物也需要能量吗? 对啊,植物可以透过光合作用形成养分 而这些养分在经过呼吸作用后 产生的能量可供植物利用 而这些能量就是植物行光合作用时 吸收的太阳能所转换而成的 原来如此 诶,可是我们不会行光合作用耶 那么让人能够活动的能量 是源自于哪里呢? 我们的能量来自于食物中的养分 像是米饭里的淀粉 肉的蛋白质跟油脂 都是我们的能量来源哦 可是食物中养分所含的能量 又是从哪来的呢? 以米饭中的淀粉为例 是利用水稻进行光合作用 形成的养分组成的 所以我们从淀粉所获得的能量 其实是间接来自太阳能 那肉中蛋白质与油脂的能量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如果鸡齿米长大 那么鸡肉所含的能量 也是间接来自太阳能哦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水稻这类的生产者 直接利用太阳能 而我们鸡鸡则是间接 使用太阳能的消费者 你说的没错哦 生产者会利用太阳能 合成养分 而消费者借由摄食 获得养分与能量 所以能量会随着 食物链的方向传递 哦,那我们吃尽身体的养分 要怎么转变成能量呢? 跟植物一样 是利用呼吸作用哦 不过,在进行呼吸作用之前 要先在我们消化道内 消化成细胞能够吸收的小分子 从小肠绒毛吸收后 经由循环系统送至全身细胞 大部分的养分经过呼吸作用 产生能量 让细胞使用 或是以热能的形式散失 咦,那么剩下的养分去哪里了? 它们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像是长高、长胖 就是把这些剩下的养分 当作身体的钢筋水泥 或是储存在细胞中 哦,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从食物中 获得一点点的能量而已 那么随着食物链的传递 越高级的消费者 获得的能量不就越来越少? 应该是这样没错 可是我不确定耶 我们明天找生物老师问个清楚吧 小猎有关食物链中 能量流动的叙述 何者正确? 正确答案为A 隔天中午的休息时间 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去找生物老师 解决他们昨天的疑惑 老师,能量随着食物链的传递 越高级的消费者 所获得的能量是不是越来越少呢? 狐狸猫问得很好哦 老师问你们 假设生产者有100个能量货币 当它被初级消费者设施后 初级消费者可以得到几个货币呢? 应该不会有50个吧 因为生产者大部分的货币都被自己花掉了 小猪蛙的想法很不错哦 不过,实际上生产者花了大约90个能量货币 而剩下的约10个能量货币 则会以养分的形式储存在生产者体内 再透过设食传递给初级消费者 假设初级消费者 一样有100个能量货币 如果次级消费者吃了初级消费者 次级消费者 一样只能获得约10个能量货币吗? 对啊 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在把能量传递给更高级消费者的过程中 约有90%的能量 会以热能的形式散失 只有约10%的能量随着食物链传递 所以,只有约10%的能量货币 才能够传递给更高级的消费者 也就是说 越高级的消费者获得的能量 只会越来越少 小石蛙叔的没错 另外,如果把生产者与各级消费者 所拥有的总能量各自加总起来 按照食物链的方向 从生产者开始叠起来 你们觉得会叠出什么样的形状? 因为只有约10%的能量 可以通过食物链向上传递 那么总能量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越高就会越窄 应该会很像金字塔吧 小石蛙答对咯 因为看起来很像金字塔 所以,食物链中各营养阶层 成员总能量之间的关系 在生物学上就称为能量塔 哦,这样一来 食物链的能量流动就一目了然 下列有关能量塔的叙述 何者正确? 正确答案为C 最后我们来做个小整理吧 能量流动的方式 生物利用呼吸作用分解大部分的养分 产生的能量被生物体利用或形成热能散失 只有少量的养分被转变为生物体的构造或被储存起来 有机会透过食物链传递给下一个生物 能量塔 能量随着食物链传递的过程中 约有90%的能量 以热能的形式散失 只有大约10%的能量 可以传递给更高级的消费者 因此越高级的消费者 所拥有的总能量越少 在生物学上称为能量塔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从能量传递的角度去思考 生态系的食物链中 存在的最高级消费者 可以到第几级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分享你的答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